我是溫哥華的Dr.George好 這部電影是《太極八境》和《八卦神秘關系列》的第六境 《彩球乾三年》 《彩》是《太極八境》的《彩境》 《乾》是《乾卦》 《三年》是《乾卦》的《卦掌》是三卦連結 《太極八境》和《八卦》的關系 是由黃佩生老師看出來的 他認為可以連內境時 用經絡閱讀意念的溝通 配合《太極八境》的連結 他有一套功法來練 我將他的功法用影片的方法表達 我自己另外寫一篇 用現代醫學方法解釋 他這種傳統說法的文章 是在寫的 根據黃佩生老師的說法 法彩境有兩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是 上、中、下、三 是一條上山做一個垂直線 身體可以依著垂直線 左右旋轉 上、中、下、三 的位置 是上單在祖蕭月 即是蟲柯堤 中單在肚痴水平 下丹田在回阴月 回阴月即是大小便中间的地方 上中亚三丹的说法有几种 其中这个说法有它的根据 第二个条件就是 这个意念是 祖孝月即是上丹田 即是重火体 与肩井合 肩井是肩头的位置 这个相应是地支的五味相合 如果你有看这个系列的其他电影 你可能会记得 发劣劲的时候也是祖孝月坚井合 其实就是太极拳 所有的招式不外是 发劲的各种组合 加上前进后队左股有胖中顶的步法 在这个系列的清单里 另外有一套电影 是将我以前介绍过的彭劣祭岸爪 这五径配合 康师夫唏嘘吹六字除命口缺的连叠 你可以用来看看 黄培生老师也有 踩破爪这种说法 这是忌激方面 他说当对方用爪来进攻的时候 我用手接着他的爪 然后稍微退一退 三田成为直线的时候 就化了去 然后一转 转体的时候 祖孝和肩井一合的时候 他就会轻跌 完全是不想过手 在下做了几十年的医生 发觉用彩劲 来帮你证骨是很有效的 譬如这个是爪关节 是一个複杂性的关节 是三个骨构成的 是很难证伪的 你找其他YouTube的电影来看 你看到其他医生 就是几次都不可以 如果你有踩劲的话 一踩就可以了 图片里面的A 就是腰骨的骨头歪了少少 你摸到的 摸到之后 你一踩一下就可以了 一摸一下就会剩下位 病人自己马上觉得是好一点的 接着那套电影 是介绍如何练彩劲的 背景音乐 就是由在下唱的一小段 粤曲是用烟音和丹田唱的 如果你想练到太极真功夫的话 一定要有丹田冠气的 气贴背和顶头缘 然后才可以练得出 彩劲这些真功夫 请注意本片 纯粹为教学而设计 观众各下的个人健康问题 请来咨询 尊业的医疗保健人士意见 各教师用电影内容的后果 请持风险 不且不承担任何责任 谢谢 就半醉以庆巨幕 推幕推幻向春交去 看一看流色趣 盼一盼圆鸯队 向天飞舞流飘碎 散穿寿色圆永居 而是般来仙都里远 又见那厌至相相结叛裂 白甘家爆炊 半彎春水 屏風誓誓吹 氣氣吹散 沙和淚 製個肉 泡泡吐水 謝謝收看 如果你喜歡這部電影的話請你點擊喜歡和分享 分享的時候 例如其他的朋友在面書和其他媒體都會分享到這部電影 如果你希望我多些做這些同類的電影的話請你訂閱 點擊訂閱我的頻道 好 愈多人訂閱的時候我就知道愈多人喜歡看我的電影了 訂閱是完全免費的 Thank you for watching again